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那加薪了吗 没问 不过多少会加点吧 这再加 那个副经理级别的待遇 是税后六千 加上那些杂七杂八的 还有 还可以再加一千多块 那差不多翻发了 天飞 你给我买太低熊好不好 那必须的 我拿了公司就给你买去 好 我又喜欢太低熊 我说我也喜欢太低熊 那我说啊 你们女人总是为什么 喜欢一些滑而不实的东西呢 我为什么不能喜欢呀 你又没卖给她 你们又没有结婚 你为什么不可以喜欢 我就喜欢 我就喜欢 就喜欢 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 我们在聊 我呢 也喜欢太低熊 请累个就奇怪了 为什么每个女孩都会喜欢这个小熊 啊 好奇怪啊 对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 她低熊多可爱了 汗头汗脑的 每个人都会喜欢她 那 就是你喜欢 不许我喜欢 凭什么呀 我就不 我就喜欢 对啊 对啊 这好吃 你也尝一个 好好吃 你看 嗯 以后买鸭脖子就是东街第二家 嗯 太正宗了 嗯 是不错 有点辣 不过啊 下次少吃点这个 这个不健康 还得上火 买网润呢 为什么你们副经理的待遇 你自己不清楚啊 小路门亲啊 我怎么知道呀 你去问她啊 反正我觉得她挺有心机的 她看你的眼神很不一样 眼睛跟带钩子似的 她眼睛一眨 她钩子刷刷刷刷刷刷 你别防着点 我说你们女人就是敏感啊 咱们全公司的人 就把她当小妹妹看 就挺照顾她的 再说了 我如果要跟她有那个什么的 我哪敢把她带家里来 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你们男人不就喜欢没事找事 唯恐天下不乱吗 我告诉你啊 全天下最喜欢没事找事的 正是你们女人 我就没事找事 怎么的办 怎么的办 行行 我不跟你争啊 我睡觉了 拿着 刷牙去 刷牙去 怪不得人家大师柏拉图 就提上精神恋爱 一辈子打光棍 就是因为你们女人太烦了 去 田经理 果酱见底了 面包也快没了 给我拨点款 我去买啊 吃这么快啊 董伯家 要不这样 晚上八点之后啊 你去超市买 打折 你都抠死了你 完了我自行车不见了 你别急 你再找找我 不如找好几圈 我找不到肯定是被小偷给偷走了 那怎么办 我上班迟到了怎么办 怎么办那边没事 好好好 别急别急 别别上了 要不这样我骑着带你 那行 谢谢你啊 天飞哥 文姐又生气了 没事 走了 好 车子换下来啊 好 大家下车吧 来 我们赶上班啊 那怎么办 上车 我等下一班公车就可以了 上来吧 上来吧 他就過了 你这儿猜往哪儿开啊 公司在那儿啊 你要去哪儿啊 再开就上高速啦 你知道你废话很多嘛 放轻松 我又不会绑架你 我至少告诉我 你要去哪儿吧 这事呢 我们现在去机场 接两个法国的设计师 他们的飞机今天到 那为什么让你去接他们呀 你认识他们吗 你会不会说法语啊 你会不会说法语啊 是 我不理人 是 你认识他们吗 是 对 我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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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了我的帖子 所以我必须回来 我必须回来 找到我的相伴 她是很可怜的 她是很可怜的 很可怜的 很可怜的 很可怜 对 女士兰 你是中国人吗 她想知道 不好意思 喂 小姨 家里有没有辣椒酱 在厨房左边的柜子里 你自己尝一下 好 好 我先挂了我有事呢 不好意思 她们给我吃饭 喂 你是不是上海人 我不是上海人 我是杭州人 你们要是来杭州的话 我可以当你们的导游 翻译一下 她来自杭州 提供自己的导游 是你的导游 如果你们要去 好 很好 我愿意 对不起啊 不好了 家里没劲打不着火了 糟了我有点问题 你自己拿打火机打好不好 好 好 我先挂了啊 你男朋友一定要这么烦人吗 他不知道你在陪客人吃饭 知道了 知道了 这是我的小朋友 和一男朋友 我来叫她 我感到惊喜了 我知道 祝你吃饭 你笑什么呢 谢谢我们这晚 我们来帮忙了 我们来帮忙了 欢迎我们来帮忙 欢迎我们来帮忙 好 吃饭很好 他说什么 他说你吃饭了 我接电话还死了 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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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上车吧 我自己可以回家的 你以为我想送你回家吗 我只是觉得你自己走回去不太安全 上车 你这个人就那么没有风度 那么让人讨厌 那么霸道 你要不是有腾飞集团 这个镜子招牌照着 你可林林送快递的小弟都不如 世上人家会说请 人家会说谢谢 人家会说对不起 你知道吗 我本来想送你回家的 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你下车 下车 快 你拿着吧 你负责前面几个我包抄到后面去 好 来 这是什么呀 你按右边那个可以放模仿 放啊 放了放了你看 我 你是冰雪女王看到没有 蓝姐姐回来了 回来了 接着大三车怎么样 你砍啊 我砍啊就发生我 你是冰雪女王 你要暗蓝色的可以放魔法 怎么这样啊 踢死 踢死 好样子 你可以啊 大坏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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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手可以啊 好多好多好多 我跟你讲 你要保护这个平民知道吗 小姨啊 轻点别吵到邻居啊 我要睡觉了 你先睡 我马上通关了 你快砍他 我砍了我砍了 我砍了 我砍了我砍了 我砍了我砍了我砍了 你还蛮厉害的吗 必须的呀 游戏神童呢开玩笑 敢暗色了 快快快 我对你找学生 快点去 走啊 你先走 你先走 按这个 按这个 好吧行了行了行 走啊 快 快 快 别 出什么笨呢 我叫你放火魔法 是哪个呀 放这个按这个按这个 来来来来来 漂亮 走吧 你敢踢老子 你砍他砍他呀 我再砍我告诉你 我这最厉害的是放魔法 老大懒了 放大招 我跟你说 打这个怪兽 你得从背后攻击 不行 我先让我先冲 你当肉盾先顶在琴里 大叔叔 你踹他我来了 你踹他你踹他你踹他 我踹他呀 我踹他没用 你卡了 你踹他 过去断广了吧 肯定是你打得太差了 人家都看不下去了 懂什么呀你 这 这肯定是运营商的问题 那怎么办啊 还有什么办法 明天再打呗 都快通关了 多可惜啊 那也没办法 说了吧 那我明天就打 你来看上班的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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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晚安 晚安 战斗结束了 本来都快通关了 突然网断了 奇怪 天神 你们俩同吃饭 同上班 同打游戏 是不是马上就要进 同一个被窝了 我倒是想 要看我人家愿不愿意的 你倒是想 你倒是想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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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气了 我这开个玩笑 你怎么那么没幽默感 好了 我下次不打游戏了 我改和你看书总行了吧 我理你 你把那边吃掉 行 睡觉 你那就是 什么东西 我怎么办 我就忘避你 我被我死你 真没用 我都发ined 你别人 registration 我自己不销 我给你 我的口网 你 coast 你怎么说我 我真的 好 天飞哥 天飞哥 什么事啊 小路 我的空调好像坏了 你能帮我看一下吗 来了 快去去 小路啊 今天天气也不热 不明天我给你修呗 可是我房间空调坏了 现在特别闷 闷得都快不行了 好 我马上过来啊 不要 我就去绷他一下啊 马上就回 雷锋同志说要助人为人 去去去去去去 去了 来了 你把衣服穿上 你修空调还修身材 穿上衣服 这笨蛋 你插头不插得怎么工作啊 好了 走了 天飞哥 空调插头 是我故意拔下来的 有适夜 因为吃店鸭 Jacques 刚才游戏的人断网 也是这个简单的道理 我觉得蓝姐也她不喜欢我 我还是搬出去算了 Ros 就造他讨厌了 小璐 你别瞎想啊 小姨其实挺喜欢你的 不过她这个人吧 就个性比较直 说话比较冲 容易得罪人 那你喜欢我吗 我 反正 我是喜欢你的 而且从现在开始 我要跟蓝小姨 共平竞争 简飞哥 我相信有一天 你以后还上网头 行 行 你别这样啊 你别这样 你冷静一点 你听我说 我和小姨已经 在一起很多年了 我们俩感情一直很好 而且 小姨也是放弃了自己 家里很舒适的条件 大老爷跑到上海 来跟我吃苦 我特别感动这一点 反正我现在什么都不想 就想努力挣点钱 在上海立足生根 然后给她一个 幸福的家 我也是家里的乖女儿 我也为了你放弃了 舒服的生活 难道一点都没有感动过吗 难道一点都没有感动过吗 而且我做得比她更多 我可以找我爸 托关系帮你换工作 让我爸厚着脸皮 帮你生殖 这些她做得到吗 够了 行 我明天就去辞职 小姨哥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那么大我跟上来 至少还是明天说吧 还有 如果你觉得 房子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搬走 空调碗坏了 空调碗坏了 插头松了 插头松了这么小的问题 要休这么久啊 检查了半天 才发现那些插头松了 累了 我们早点睡 我等不了这么久了 天飞 我告诉你 这个家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你赶快把这个大小姐 给我安排出去 我伺候不起 咱们不至于啊 事情没那么严重 明天我还上班呢 我先睡吧 就你一个人会要上班 就你一个人很困啊 是谁半夜让你去 修空调修半天 你明天知道 我会跟你吵架 你还去修 你不把明了 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一晚上不睡空调 能热死啊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说清楚 你起来 你听见没有 提费你今天 必须跟我说清楚 我忍你们很久了 全上海这么大 找个房子有这么难吗 我跟你说清楚 你看着办吧 她不搬家 我搬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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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吧 我明天就跟她说 让她搬家去 你满意了吧 我来不跟你说 我来睡觉 我来失望 怎么一哥快点上班迟到了 知道了 那我在樓下等你啊 蓝姐姐拜拜 我马上就来 你们到底打算同进同出到什么时候 我跟你说 今天必须跟她说搬走 你听也没有 好 坐稳啊 蓝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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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兔哥 昨天是我不好 你让蓝姐姐不要跟我走好不好 好 我已经想明白了 喜不喜欢你呢 是我的事情 接不接受我呢 是你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 强迫你做任何决定的嘛 所以 祝福你跟蓝姐姐 但是你没有办法阻止我在心里默默地喜欢你 我还爱着她 还是爱着她 反正 我会一直等你 像个傻瓜 祝福她 成全她 潇洒却看来勉强 爱着她 到底爱着她 找不到答案的荒谅 是谁说放就放 还是像我一样 总没有说 真好 你们知道吗 这座大楼的五楼啊 超诡异的一道晚上 对对对 我也听说了 我也听说了 就是那个走廊上的灯啊 它莫名其妙地自己就会 忽散忽散 忽散 然后啊 那个电梯明明是往上走的电梯 没有人要按照 它自动就会下来 然后电梯门你不需要按开关 它自己就会打开十五秒钟时间 然后再自动关上 好像有很多人进去吧 其实完全没有的 就是这座大厦的保安吧 他们从来从来都不会上五楼许业班吧 如果说迫不得已一定要上去的话 一定是三个人以上同行 而且大肆不坐电梯 真的啊 这好恐怖的 别说了 别说了 真的 小姨 你还不走吗 我交伙伴 天哪 你可真敬意 真的 那我先走了 走吧 走吧 对了 记得哦 可千万不要去五楼 拜拜 拜拜 你什么事 一件事 我来说 嗯 我来说 好 真的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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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知道吗 这座大楼的五楼啊超诡异的一道晚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放开我 见鬼啊 喂 保安室吗 你好 我这电梯好像坏了 对 我们有两个人困在里面 你能找人过来修吗 好的 谢谢 看你 冷的了 我回家 冷静点 我捉弄你 你也抱了我了 我们扯平了 好 少女朋友 少女朋友 你冷静下来好吗 你越烦躁就会越害怕 我 我听说是这样 少女朋友 少女朋友 没事的 会好的 好 是个今天 到了八辈子没有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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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躺着不用起了呀 您老就这么躺着吧 我上回网啊 田老师 你平时骑车的带小路 是不是也故意扭来扭去 好人家搂你啊 你瞎琢磨什么呢 我平时上班那么忙 哪有时间还扭来扭去 还 还故意 怪不得人家说啊 男人再也有钱 都不能让女人闲在家里 女人一闲在家里啊 就容易没事找事 你说谁没事找事 你说谁没事找事 我说你呀 你不是就在没事找事吗 没事找事 你跟我别闹 别闹了 你 你 你没事找事 你看 天天哥 我对不起 我什么都没看见 小路啊 你干吗呀 我 我就想问你 一会儿你还打不打游戏了 你要打的话 算我一个 都十天多了 不打了啊 回去 回去睡吧 晚安 晚安 我来吧 我来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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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喂 天飞 我晚上要加班 你自己弄点东西吃吧啊 好的 来 我快会了啊 挂了 拜拜 我发现你这水鱼越来越好啊 你鱼的嘛 我累了 又那个大牛 打打打打 打打打 回来 回来了 我今天做了排骨湯 吃完之后 我去洗碗啊 蓝姐姐 亭飞哥的手艺越来越好嘛 不比你差 别愣着打呀 没哪 打完呢 我男朋友手艺好不好 应该不用别人来告诉我吧 还有 你以后出自己房间的门 能不能穿得住一点 我们只是合租关系 又不是一家人 你们能不能别打打 我想休息了 那我先回房间 好 我说你为什么让人家 那么下不了台啊 你越来越小肚鸡肠了 我只不过做了个排骨湯 人家客气表扬我两句 你干吗摆张臭脸啊 搞得现在关系那么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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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璐啊 小姨最近上班工作压力有点大 是吗 你别往心里去啊 压力大 压力大就能乱发火 对吗 是 是她不对啊 我回去就说的 对不起啊 好 我代表她向你道个歉 什么时候你可以代表我 向她道歉 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道 好 好 好 那我出去了 死天 死地 死地 你演你这么小孩 够一定是什么臭妙子 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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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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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吃过来啊 什么 你跟我爸要来 小姨啊 你到上海那么久了 你到上海那么久了 我和你爸爸两人呢 想到上海来看看你 顺便旅旅游 怎么样 你不欢迎啊 欢迎啊 当然欢迎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啊 好 好 来 热脸欢迎啊 拜拜吧 我爸妈要来 我爸妈要来 来就来呗 你这什么表情 他们来 我就去借辆车 然后带他们在上海逛两年 来来来 问题的关键是 他们不知道我们俩住在一起 你还没告诉他们 是吗 我是哪儿见不得人是吧 不是啦 我们家家就要很严的 我妈又知道我未婚同居 还不把我吊起来的 要不这样 把我的东西呢 全部离起来 打包然后 送到小楼房间让它装一下 我呢 去公司将就两晚呗 那还只能这样 那小楼什么时候赶走啊 我说你怎么变得那么快 刚刚还要让小楼帮忙 现在就要赶人家走 这女人真麻烦 些女人麻烦 还搞这么多女人回来住 不管啊 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解决 反正我爸妈后天就到了 行 喂 喂 是租车公司吗 我想这周末租一辆车 多少钱啊 三百 能不能便宜点啊 好好好三百三百 那行 那我明天早去取车 谢谢再见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我爸妈要来了 我爸妈要来了 如果你要租车 我可以借给你啊 你的车 划一个划痕 都得几千块钱修 我用不起 不过谢谢了 都会好耶 好好好 快点 算是来 宜струмент 这次不错 借车给你 好好好 来 这点上 好好好 来 叔叔阿姨 这边 到了 好 阿姨好 叔叔好 好好好 这是我的室友小乐 好好好 你看这姑娘长得多甜 你看就是个好姑娘 我们家小姨啊 脾气倔 性子急 如有得罪的地方 你要多担担点啊 阿姨 瞧你这话说的 其实蓝姐姐挺照顾我的 倒是我年纪小不懂事 还要她多担待呢 叔叔阿姨 你们今天肯定累了 我下厨给你们做饭去 我去 我去 不用客气 今天就等着我的手艺吧 等会儿啊 爸妈 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房间 好好好 来 把包挂 来 爸妈 这是我的房间 欢迎知道 收拾得还挺干净啊 小姨啊 你一个人睡那么大一个床啊 房东给的 我 我 我不是睡吧 那租房子没得挑的 那个甜味忙的我去帮她啊 你们先看吧 妈 我去吧去吧 不错不错 挺温馨的啊 我去吧 不怕末日 是因为我有你 你给我的不起 交约你 我一直相信 情容不需要练习 忘不了你慌张的表情 像舍不得相识的德行 我无法相信 你把我留在原地 秦 authorities 叫着 等着 我想你想的彻底 就让我 痛着 喊着 用力哭泣 我还是一样的爱 是你 不管段商人 却我 放弃 有时候我会 航尽 唯一 只是你可以给我的勇气 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 冷淡的幸福更不需要怀疑 我知道我可以一直这样爱你 回到过去 是你牵着我 保护我 保护你一直爱着我 有时候我会哼起回忆 只是你可以给我的勇气 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你 冷淡的幸福更不需要怀疑 我知道我可以一直这样爱你 我永远都愿意 一直这样爱你 我永远都愿意 我永远都愿意 还是一样的爱你 我永远都愿意 感谢观看